明明就是要來牽車 但這位男子先是用手指了 只掛在一旁白色電動車上的防撞條 接著打開車門後 做了一連串誇張行徑 這表情看起來是蠻故意的 車門就是不願意關好 開開關關至少七次 看起來目標就是鎖定防撞條 等到終於甘願把車門關上 還疑似不死心 再搖下車窗又看了看車子 最後才開走 感覺上就是蠻故意的 而且不像是不小心 或空間不夠的狀況造成 那我覺得有一些車主 可能要提升一下他自己的水平 這一連串舉止 男子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殊不知整個防撞條都被撞歪了一邊 車主覺得不對勁 好在有開啟受兵模式 早就被拍下來 只是在私人停車場 況且好在有防撞條 車子沒受損沒辦法求償 但看到自己愛車被這樣對待 車主當然不能接受 我們裝這個其實也是為了怕麻煩 不要說撞到之後 還有去烤漆補漆或照燈心情不好 那你不在意自己的車 不代表別人不在意 只希望能發揮功德 吸引別人的車子 不是測試品 真想買防撞條 汽車百貨款式非常多 材質大部分是塑膠 另外也有鋼片式的 挑選上有眉角 像這種塑膠PVC的這種 因為這種的話 基本上貼上去也不會傷車漆 對 然後像這種鋼斷式的 就是他容易傷到車漆 所以他變成說 固定段時間要拆下來看一下 防撞條 顧名思義 就是怕車子跟車子停太近 一開車門就發生 刮傷慘案 才會特別設計 只是基本的功德心 也該有 千萬別突發奇想 自動替別的車主測試 TVBS新聞綜合報導